电梯故障,护理师摔到昏迷,承包商哀告 美国德州沃斯堡一间医院最近在找新的电梯承包商 因为一名护理师,上周踏入电梯后 电梯持续移动,造成他受伤 美联社报道,John Peter Smith,医院执行长Robert Early表示 医院高层要现任承包商Deason Krupp电梯公司 对1月20日的事故负责 该院执行长表示,护理师Karen Stratford 当时又叫已经踏进电梯,但电梯却持续上升 电梯不停上升,Stratford因此失去平衡,反应不及跌倒 他的律师Frank Branson指出,Stratford目前还呈现昏迷状态 而且可能此生都面临后遗症 从那天受伤后,Stratford就在医院的家户病房治疗 沃斯堡新报取得的文件指出 从2018年1月起到意外发生时 医院的电梯就坏了至少42次 沃斯堡新报报导 这间电梯承包商目前也面临了其他法律诉讼 因为沃斯堡另外一间医院的护理师 在2018年1月23日也发生意外 该诉讼指出 德州健康体系的哈里斯卫理会医院 护理师Regina Wright 还有哈里斯医院联盟的行政主管一起搭上了电梯 电梯突然跌落好几层 导致护理师在紧急破停时受伤